所以我現在手音 轉起來是有五十九章的 四個字號 就是它有這樣的課程進入了 好 那然後呢 這樣也不會嗎 如果沒有拿到的東西 或者是呢 你這樣給我講一講 你其實有一點猶豫的話 就先不要 那你後來決定了 要來的話 你有沒有那個四個字號 所以因為我剛說了 我就一人只九根 算得剛剛好 好 那如果 大家已經講 我剛已經講了 如果你現在是二年幾 你自己課程也很重 細索 所有的細索 在二年幾排的課 大概都是 所有的專業必修 都在這個行程中發生 所以你自己體顧一下 那你的負擔是不是 可以承受得了 好 你自己講話也不小心 你的負擔怎麼 其實那還可以 那我目前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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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想在家裡安靜一下 有時候就把對面打出來看一看好 我們在開學的第一個禮拜 還有第二個禮拜 就是下學期的第二個禮拜會的小考 那個就是水考的作業 那就是考無情資產 那當然我們開學的第一個禮拜 會把無情資產再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有些什麼地方要特別留意的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在期末考那一週在排斥上課 這個原因也是在於說 反正下學期大家都寫過一遍 告訴你喔 那個我們考會計士的時候呢 它有21個會計學分的要求 它有三個課目是 你一定要在你的學業成績單上面 要有這三個課目 中快、城管快跟審計 它要求這三個課目 其他21個學分也可以 其他的科目也可以抵什麼 什麼會計資訊系統啊 甚至財務管理啦 或者是稅務法規啦 這些人都可以算進來 20個學分 那你想說 中快、城管快 然後審計 那中快就六個學分啊 那城管管快 我再修下去六個學分啊 然後再加審計三個學分 那我不是就15個學分了嗎 那剩下是不是剩下什麼 六個學分去修其他的就好了 然後六個學分去下兩個課而已啊 那它什麼困難 欸你錯囉 中快 雖然你修的是一年的課 在我們的學制上面 在我們的學制上面是第六個學分 但是在考選不願意 它是三年的學分 所以如果你史上的中快一沒有二 不算 好 所以你不要抱著說 這也是因為我們上睡覺班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來上退校班 因為他想取得這個學分去報考 然後他就修了 一來先修了中級會計學分 然後再修了中級會計 然後結果他去報名的時候 考選就說 這樣子你看不出來你中級會計學 就修滿一個學年的課 結果後來他再出去 他原來的中級會計學分是二的意思 所以你又從這樣我才知道說 喔原來中級會計學分 你要修滿六個學分喔 好你不是我修滿三個學分就好了 就是因為他認為你沒有修完你 但是你認定那個學人 也不認定那個科目你有完成的 好 所以呢 所以你下學期勢必 如果你有心要走會計這條路 你還是要選這門課 好 所以大家就是 所以我才把不幸資產 放在我們期末考 好 那當然大家已經上來一年 一學期很辛苦喔 所以我也不想一直給大家 很大的壓力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課程的一個規劃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同學都還沒答到說 可是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還可以先聊一下 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好 我問的時候呢 我順便找個同學來回答 找幾個同學來回答 那我們再來從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來探討 到底這個問題跟我們有點關係 好 好 好 先請 你有多少錢 對 隨便 你急決跟我講 你有多少錢 好 兩萬塊 好 好 四級 各位四級 好 有兩萬有四萬有四萬有四百塊的 好 好 黃聖儒 他會選出的 哦 是你啊 好 你有多少錢 五萬塊 好 接下來四個問題 不 四個人都被打 好 接下來呢 我就要談 等一下 將其你的兩萬塊是放在口袋裡的嗎 存起來兩萬塊 那你兩萬塊都在戶頭裡面 好 所以你 加上你口袋的錢 戶頭的錢兩萬塊 不用很精準啦 我是說你當時候在算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子算 是 好 那個 四級呢 也是一樣的 這是你的戶頭 加上你口袋的錢 好 好 那我剛才知道你的口袋的錢是四百塊 好 剩如呢 你剛講的五萬塊 你這錢 五萬塊是指什麼 戶頭的 口袋裡頭呢 身邊有沒有 幾百塊 好 所以你可以看呢 等一下 我們有兩個同學 應該是 兩個同學講的 就是那個 相其講的是 他口袋的錢加上戶頭的錢 然後那個 四級講的是他 戶頭的錢 好 然後呢 就我一時直接放進去 喔 紫綸 對 紫綸呢 他講的四百塊是指他的口袋裡面的錢 好 那身如講的五萬塊呢 也是指他戶頭裡面的錢 好 那我們在筷子 這個 我問這個問題跟筷子有什麼關係呢 好 一家公司他的報表出來 他講他的現金 如果我們會計統沒有去規範 他的現金去值什麼 有可能出現是四百塊 有可能出現是五萬塊 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會看得出來一家公司 他的財務狀況 他的資金到底有多少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我報表寫出來的時候 希望每個人看到這個報表 就知道我要表達的是什麼 你就可以從我的報表裡面 可是不知道我要報表是什麼 而且從這個報表裡面 可以去判斷我的很多的訊息 我的負債也叫貨高 我的自由現金 自由現金夠不夠 支應我的日常支出 然後呢 我的股東的這個權益 他所佔的比重 或者是股東權益的主人是什麼 好 那我的資產裡面有多少是什麼 所謂的隨時可以變現的 有多少資產是什麼 必須經過生產啊 就是他需要的變性的限制 比較長的比如說固定資產 你從你的報表裡面 每一家都是他所編制出來的報表 都要從他所編制出來的報表 看報表的人 就能夠讀出這些訊息出來 但是這個訊息 如果每一家都是自由心證的 好 子輪說我有四百塊現金 好 甚至說我有完塊的現金 可是我相信子輪 他不會只有四百塊的現金而已啊 對不對 好 那甚至呢 那個聖儒的五萬塊 可能他媽媽講說 這四萬塊呢 是你未來的價狀 不難動的 好 未來是專款專用的 有指定用途的 你只有可以隨時可以拿出來 用的就一萬塊 可是如果沒有這樣子去區分 沒有搞清楚的話 你說 哎喲 聖儒還有錢嗎 我現在手頭剛好有點吃緊 因為借了兩千塊 那你借他兩千塊以後 你增加什麼 八千塊來講 你其實也許你這個月的生活 就出現問題了 那所以呢 這個都是為什麼 我們的會計準則要去規範的 要不然你說現金誰不懂 現金就是錢可以拿出來用的嘛 可以買東西的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到我們的會計準則 從這樣子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它其實不是一個很複雜 所以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規範 為什麼要這樣的規定 因為我這個報表編制出來的時候 不需要一個公司的發言人說 噢 我這個現金是指我口袋裡面的現金啊 然後其實我的賬戶裡面呢 還有多少錢是我寫在哪一個客戶上面的 它是不用這樣子的意思 不能的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所謂的報表之項 會有一個所謂的財務會計準則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區呢 原因就是在於不要讓大家各說各話 然後編制出來的報表大家也是看不懂 沒有 不是看不懂 不知道它的真實狀況是怎樣的 這是為什麼要有財務報表的原因 好 那第二個我們再問一下喔 所以我們在會計裡頭 還是會在講現金 好 我會在講什麼是現金 什麼樣子之類的算是現金 哪些東西不能算是現金 好 這是在我們會計裡頭 還會再去回答 也許在初刊裡頭 會想說 你看這裡面的書籍 這邊裡面的章節 其實你一定會覺得初刊很像啊 好 初刊也是一開始第一章 就是講一個環境 好 然後再來就是講 噢 那個開始就講什麼 第二章是講什麼 講會計科目 借貸法則 然後講拍計科目 然後編報表 這是初刊 但是從你的帳戶之後 試算表 財務報表之後 就開始講的是 比如說現金啊 我們講簡單的現金 有什麼 銀行往來調節表的編制啦 應收帳款啦 好 運收票據啦 存貨啦 固定資產 存貨啦 固定資產啊 這些的編盤跟我們的總盤完全一樣 金益完全一樣 但是它講的東西要比初刊多很多 原因就是在於 你先講 告訴你說現金 錢就是現金嘛 那大家就講說你可以自由運用的 那你也沒想過 什麼錢我是不能自由運用的 好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你看媽媽說這四萬塊是你的加裝啊 所以等你要出嫁的時候 你要結婚的時候才可以東用 這個就是專款專用 就不能賺在你的自由現金裡面 好 所以我們在負擬現金的縮影上面 就是負擬現金可以列在 在我們的會計準則裡頭 什麼叫做現金 可以列在我們現金 自己的科目國分類上的 那些合適 好 所以你這種從他的畫面裡頭 你就可以知道 這家公司到底有多少錢 可以自由運用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初派 其實跟中派 它的編排尤其是上策的部分 幾乎是平常的順序 其實都一樣 但是到了下策就不一樣了 因為它有一些專章之外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在財務會計就會有一個什麼 財務會計準則出來 那誰知道台灣的財務會計準的公報是誰 是的呢 哪一個單位 你會計 Screen 你會計算是嗎 還要計算給你 你看她送你的愛夢補錫嗎 不是 好 那請等一下回答我剛剛講的問題嗎 我剛剛沒什麼問題 趕快問一下旁邊沒有答案 來看看 大家請問 阿 我知道你 我知道答案 可以不知道答案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答案 如果剛不改的時候 然後準備幾個小禮 一行之先找不到 有沒有誰可以回答 台灣的會計準則風暴是誰制度的 有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王子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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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你安 聖母的同學可以來 王子廷 為什麼不一定看法 原理 不知道 好吧 你也知道吧 你也不知道 我每次上課 你也買一個東西給你們看 白色的底沒多 藍色的底 藍色只是上下的地方 你們都會去拿這個工作課 給大家看一下 你也不會把它記起來 很長 有點長 中華民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這是一個嗎 我說我嗎 我們數十年了 我們的風力都長一樣 好 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就是藍色的 白色的底 就是這條就是白色的 目前為止 都還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單位呢 就是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好 這是制定這個公報的單位 好 那其實現在的早期 你知道嗎 這樣子薄薄這一本 我們大概要花 超過五十塊去拿 好 我剛剛之前給大家看過的公報 最後的公報有兩百多元 最保的公報大概就十五六元 好 這一份算是綁的 好 這一份十五元 好 那有一份呢 34號公報呢 有兩百多頁 目前我們大概是公報到四十幾號 那我們的公報呢 比較特別一點的是 我們這一號的公報 會一直有兄弟 所以我們的號碼喔 才四十幾號而已 那美國已經什麼 兩百八十幾號還兩百五十幾號 那我們之前我們的公報 公報都是跟著美國走 但是後來呢 大概這三年來 都已經轉向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要轉向 它也要使用 國際觀念準則 所以呢 慢慢的我們就跟著美國走 所以美國之前它有公報出來 我們大概三年 晚一點的年 我們的公報就跟著復賣了 好 那我們的公報 它雖然我們跟著美國 可是它到一百六十幾 一百八十幾 我們還是四十幾號公報而已 原因在哪裡 我們修訂的時候一直在 這十三號公報修訂 第一次修訂 第二次修訂 第三次修訂 可以通通同一個公報 每一個公報呢 你要去看它最新的 不是說這個號碼 而是用號碼看得多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制定 台灣會計準則公報的單位 那我說了新債的書呢 這個東西呢 當時我買 大概我們之前 再會一次是差不多 所以我說 你知道我手上 我就至少買過三次了 好 那我記得上一支買的專家 是蘋果九成四年買的 後來再買的話 就是新的 它就會寄出 你就可以重新買這些 那目前呢 一個網路就網路把他打 這個公報你已經不用買了 三十十塊 這麼薄的 你要三十十塊以上 好 那如果說那個兩百多 至少也要一兩百塊 那現在你都不用買了 所以我一定要 你當然是 既然收了多快 我想你未來會有到會計的 可能性就很高 所以你勢必 就要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最新的訊息到哪裡 好 現在既然是網路那麼忙碌 你就不需要什麼 去買 不需要去買這個 買這個 這個公報 網路上都可以下載 所以我現在秀一個 這個 找一個網站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網站上面 可以看到哪些東西 希望我們大家都沒有說 所以我就當大家一個 這個所謂的知識的 基本常識的這個報知 所以讓大家知道說 哪裡去找你要的資料 現在網路很方便的 就有很多的好處 像昨天呢 有人問我說 他考那個托福 要買什麼書 要怎麼準備自修的話 我先早上就去網路上看 那 好像也是一個標準的案 反正就是 因為我的意思說 現在網路上很方便 就很多資訊 你都可以在網站上面 就可以找到你的資料 好 自由放你 上次之前都沒有 為什麼現在沒有出現 如果這邊有辦法 放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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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呈 做個探索 說 有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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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記得是兩年前他就已經有通過 就是同意了 其實我們有跟他講說 我們可能環境上面 還在做好所謂的私產減損的一個評價 所以我們就去跟國際配準則和報備說 我們這一塊減損的部分才是不錯的 所以有一些我們台灣 目前沒有去完全做到的部分 那國際配準則是允許可能是 把我們報備做好的 我們還不是合不合這個東西 好 所以這個網站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所有你想知道的資料 那剛剛我說呢這個東西 在哪裡可以看得到呢? 好 你可以在這裡就可以看得到的 好 公報出版品 然後呢財務會計 財務會計公報的系列 你可以看一下還有多少 好 這麼多 在這裡看 好 公報在上面 好 公報在上面 到四十一號 好 九八年到現在都沒有新的圖案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 你可以看呢 它是 所以你可以看那個公報三號 九十年一月十一號去那個修訂 所以他不知道這修訂自己吃了 所以你可以做 你可以不需要去那個去買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下載就可以了 好 那你可以買 它這是訂家 好 它也可以下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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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公報呢 你目前來講也是都不用去買它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下載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看起來 應該是比較有那種小問的感覺 那你剛剛買的 好 那這是 就我們在這個網站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以後你想要知道 最新消息的話呢 最新的一個規定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任何你需要的 尤其像什麼國際會準則的結婚啊 像這個I-S的這個 這個就很多喔 非常的多 好 有那個I-S有ISA的 你可以看呢 很多的資料都在這裡面 那這些東西呢 目前來講 它其實都有點像是什麼 像是翻譯 像是就是把國際會計準則做翻譯而已 所以這些東西你也可以在網站 直接可以下載的 都可以看得到的 好 你也不要花錢去買 但是除非說呢 它當然也有委託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呢 去做這些的公法的解釋 除了翻譯之外 它可能有一些另外的這個解釋啦 或者是它的案例放上來的解釋 就是來闡述這個公法的規定 有 好 當時候有人家給我這個三本 呃 情列重信 這個編織出來的三本 上 中 下 都是往後 好 聽說每一本都一千塊 說我手上那一本出就三千塊 好 那一側三本出就三千塊 那當然我說了這個東西其實 也不用急著現在買 因為我說了它一定有一些的規定 在去修訂它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可以從上面直接去找來看一下 就可以了 那其實很多的會計師事務所呢 它其實有接受這個發展基金會的委託 他們也有一些 一些的那個後續的什麼教育訓練啊 或者是它的一些刊物 你會上網去看 這個都是可以在網站上面可以看到的 好 這是你需要的那個中塊呢 我想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些這個網站 因為這些都可以在未來你在學習上面 都可以隨時去更新你的新的知識出來的 好 這個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好 這是你只要知道這個網站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網站就可以知道很多東西了 好 那它呢 這個是政府機構 所以是ORG 這是指政府機構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 是誰剛剛大家知道的網站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關掉一下 花了 花了十分鐘看 三分鐘看 好 那我們先這樣來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今天不會上很久 大家都沒說 大家我看有的人已經瘦了一條 沒晚上太晚睡嘛 好 我想二年級 可能要開始規劃 淫心素癮 是不是 好 太晚睡在什麼時間 十月一號 十月的十一號 十月的十月十二十三 好 所以還有一段時間 好 那我們要展客展五 好 常常那個在營清啊 或者是宋舊啊 或者是在什麼 營隊啦 在管院的那個裝備那個創意空間呢 晚上十點啊 都還看得到同學在那邊排演 好 所以我說現在的同學呢 對於這個磨動的參與的熱誤 好 去上課的氣氛去買 好 那我現在呢 只是讓大家這個複習一下 兩個東西裝好了 好 因為呢 其實在我的 我剛剛也講過了 壞性呢 本來就是 因為就是要一點規範 好 我像我剛剛很簡單 舉一個例子說 好了 現金 你跟講的現金的定義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選一封號來決 來告訴大家說 你要寫在報表上面的現金 是指哪一些 指哪一類 包含哪些 哪些不能站在這裡頭的 就是報告裡頭要去規範 好 那所以從這邊就可以知道 會計本來就不是什麼 天生下來的就是這樣 就像語言一樣 我們為什麼講的就是國語 為什麼那個 南美講的是拉丁 拉丁就是他們的習俗嘛 他們的習慣 就是這個語言能夠溝通 但我們講會計也是一個語言 那會計是無聲的啊 因為呢 我說 它是一個企業的人 藉由報表的編制 來告訴 對這個看報表的人說 好 我這家公司的資產有多少 有多少是很快可以變成現金的資產 我借得起有多少 有多少錢是 多少的負債是在短時間就要去還的 所以你從報表裡頭 你就可以聽得到 它告訴你什麼 它跟你講什麼 只是它不是有聲音的而已 所以我們說會計是企業的語言 那語言的目的就是要能夠溝通啊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有個叫國際會計準則 因為希望這個會計準則不是只有在台灣 不是只有在歐洲 不是只有在美國 而是全世界的報表出來之後 除了它是中文寫的之外 除了它是用英文寫的之外 除了它是用韓文寫的之外 我們都只要把它翻成共同的編 我們都看得懂它在講什麼 所以它叫做國際會計準則 所以全世界 你除非說我關起來很蠻 我不跟別人交易 我也不要別人來投資我 那我關起來很蠻 那我關起來很蠻 當然這也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要走出去 你就要編織出一個 大家都看得懂的構思 好 所以從這裡都知道 會計不是一個什麼 天生下來就是這樣子的 不是規定起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會計會有一個什麼 基本的假設 還有一些的基本原則 好 那所以規定都是在這些假設 跟原則之下就是什麼 往上開花結果的 好 所以這些假設說起來就是文字 它平常好像不足為 沒有什麼心情的 可是它在使用上面 或者在應用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說每次呢 你就做 你碰到一個新的交易的時候 那你就要評估 在我們的會計假設之下 它是怎麼做的 在會計原則之下 你要怎麼去認定它的 這個時候 你就會把這些東西 基本的規定把它拿出來 去評估一下 你現在碰到的問題 好 有四個很簡單的假設 第一個 企業個體假設 為什麼要編合幣 好 為什麼要編合幣 我們說一個集團 為什麼叫集團 集團就是這個公司 法人 法人 跟經濟個體 法律個體 跟經濟個體 不相等 法律個體是 只要我有去經濟部 或者是建設局 去設立登記 那我成立一個名稱 然後呢 它會給我一個編號 那我就是一個法律個體 但是這個法律個體呢 通常像我們講的集團 集團實際上可能有 三家四家的公司 這些公司都是在經濟部 單獨設立的法律個體 但是這些公司都是由一個 譬如說像台說的 比如說的七人小組 因為王農青走了之後 他們就成立一個七人小組 去統一的去什麼 去運作 或者是成立這個七人小組 去讓這個他們的集團裡面的 四家公司台說的私保 四家公司 都在這個七人小組之下去運作 所以雖然有南洋 有台化有台說 但是他們不知道台化是不是台說 反正都是台說集團 所以各別都有各別公司的財務報表 但是你受到同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經營團隊的一個管理 或者是經營 所以彼此之間可能 六戶都有 你沒有錢嗎? 我的錢借給你 好 但其實就這個集團來講 它就是什麼? 左邊口袋的錢放在右邊去而已 就這個集團來講 害我們借出去或借錢的問題 其實都沒有 因為何必報點就是要把這種集團之內的 我們內部交易我們叫做內部交易 不是內線交易 我們叫做內部交易 關起文台 自己在做的事情叫內部 但是不叫做內線交易 你會差一個字丟差很多 內線交易是違法的 內部交易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對報表的時候 我們就要編的是 把內部交易都把它消滅掉 然後一個整體的集團再靠掉 對外公佈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要編 所以在我們講 第一個基本假設就是 不是企業個體假設 指的就是會計個體假設 不是經濟個體假設 所以未來人家要問你說 那我們這樣要不要成立一個 你說公司去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 老闆就會問你說 這樣對公司未來的運作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你要知道怎麼分析它 你要怎麼知道去分析它 你要假作如果我們的股權食股 超過低利多少的話 那可以怎麼樣做 或超過多少的話 我們必須怎麼樣做 你必須分析給它 然後它才能夠做完美決策 那我不要這樣做 我要跟成立一家公司來 或者是分散公司的風險 或者是讓公司接單的 範圍配分網等等 你可能要做一些分析給老闆 或者是你的經營決策者 來做決策的判斷 這是你學會計的重點 這是你學會計的重點 一個假設 一個工業的假設 是企業的假設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假設就是 會計期間假設 你的會計的企業經營的好壞 可能能夠蓋觀察的問題 比如說他從他開始已經設立登記 直到他結束結散這一半 整個我們才知道這家公司 到底他的經理有沒有賺錢賺多少等等 只是我們的同志人或經理者 他能不能等到公司已經要關門了 才知道說我們到底這家公司經理得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要去做一個快進前面的假設 就是因為我要在一段時間 知道公司的經營狀況 然後適時的把一些資料給有興趣 這家公司的債權人或投資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 什麼東西 我跟什麼假設可以講 我講了兩個囉 開始有四個基本假設 第一個接個是假設 第二個快進幾點假設 第三個呢 繼續經營假設 對了 好 繼續經營假設 就是當我們在天津那個報表的時候 是站在這家公司 會在繼續經營之下 他所呈現出來的一個會計資料 對付是什麼 輕算啊 不是這個 結算的一個會計資料 第四個假設是什麼 第四個假設 貨幣單位假設 貨幣單位假設 貨幣單位假設是因為我們報表上面 出現的都是錢 好 我不能講說我有三部電腦 我報表上面寫電腦設備三部 三部大家怎麼知道是多少錢 好 所以你一定要用換成 不是用貨幣單位去買的 所以他就用貨幣單位假設 因為貨幣單位假設 那由於他的 就是這些基本的這些假設 而且像貨幣單位假設 比較有一些的 可以攻擊的地方 大家覺得不確定很好的地方 是因為這個幣點 他的貨幣是什麼 是固定的 他沒有考慮到通貨恐嚇的問題 沒有考慮到購買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限制會計 但是這個是講了十幾二十年了 限制會計還是什麼 還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大家一次認定的一個會計 會計爆料的一個呈現方式 好 這是四個假設 我記得你們知道我的功力是很差的 可以換起旁邊那個童子 這樣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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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會看這一個 研究了什麼 研究什麼 研究心得 告訴我們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知道是 到底有什麼地方 讓你研究了那麼久 然後 萬奇跟那個 一下子我想請問一下 好 讓你講 不要我自己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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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怎麼知道 好 研究有什麼 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張 那張這個系統有這麼多的 你有發現什麼問題嗎 不要等 我們第一次三課來得及修正的話 哪一天放假 我把牌上課程時間了 課程進度了 我說你研究半天研究是什麼 就是練會的 這節課充實是用拼的 好 我可能是看著 syllabus 就可以覺得這節課是很充實的 沒有 我說這學期的課很充實 你覺得哪一個地方 是喔 你覺得哪一個課分 是你最期待的 學期成績應該是你更期待的吧 好 好 好 那個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那我不能說你上次都不能講話 可是你們如果高中了很久的話 你就會引起我的註定 好 那我就會想知道後幾次 發現了 你發現了什麼東西 不是發現了什麼東西 發現了什麼東西 好 那有一次我們上高段發現了一些 髒毛 就不能跳跳跳 好 所以如果發現什麼事情的話呢 發現了哪些的狀況 或者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來得及跟大家修正或調整 或者是問大家理解的話 要繼續告訴你 好 好 那我們說剛剛講的四個假設 好 因為我們 我們也只要十點半下課 好 好 所以只剩下十幾分鐘而已 好 所以呢 除了基本假設之外 我們有幾個原則 那幾個原則裡面呢 我們大概只有講三個就好 第一個要談的 在我們認定 在我們在 尤其在資產認定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成本原則 好 也就是說你花了多少錢 就用多少錢入賬 你花了多少錢才是你的成本 我們說現在 尤其像現在這樣好了 現在房子呢 動輒是 我們在台灣高雄的房子 動輒都是上千萬 上千萬的 好啦 那你隨便講好了 假設一個房子呢 路面看到那個看板的 一千 一千四百八十八萬 請問一下 你上面寫 一千四百八十八萬 你會用一千四百八十八萬買 絕對不會 好 你會用一千四百萬買 那一點算有點笨 好 通常你最起碼 都可以殺個一成以上 尤其是現在這個 房子 房子有點過剩 這個是我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能用一千三百萬買 可能性都很高 那你入賬的時候 你不能說 我買的這個房子 那增加金一千四百八十八萬 我們就一千四百八十八萬 就這樣了 所以你必須一你十項付的現金 好 不見得是現金啊 我還沒有那麼多錢可以付 我借錢來的也可以啊 就是你要到底要付多少錢 好 來入賬 那到達 所以在做資產的認定的時候就是 成本原則是指到達可風 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可以支出 好 我跟他議價完了 那房子就我的了嗎 當然不是 你要過戶 好 所以你要後續的一些動作 那這些都是你可以列入成本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談的成本原則 因為往後 你在碰到的很多的問題裡面 成本原則是你最常拿出來使用的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原則 也許你在其他的書會叫做穩健原則 但是在國際換氣準則 我們的翻譯上面叫做審慎性 跟穩健原則很像 好 審慎性是什麼呢 好 那穩健原則 我們以前的穩健原則是指什麼 好 你有損失 未實現 要認定 這樣你估計的出來 好 你有損失 你估計的出來你有多少損失 只要認定 但是你有利的 未實現 還沒有入到口袋裡頭 不能承認 這是以前我們講的穩健原則 所以你看到很多書上 如果講到穩健原則 大概就是這樣講 但是審慎性裡面呢 跟我的文件很像 就是很像了 我們說百分之百一樣 好 你有損失 估計的出來 你就要承認 這句話是沒問題的 你有利的 你有利的 有可能不能承認 有可能可以承認 什麼情況之下是可以承認呢 如果你是在很快 就是你的資產是屬於 因為你有利的 你自己的資產 你的資產是在很短的時間 可以什麼 可以賣掉的 比如說好了我買股票 好假設呢 前兩天台積電呢一百塊 我就去買了一張 花了十萬塊 昨天台積電 一股一百零五點 我就把它賣掉了 十萬 我沒有真的買 我今天請你們了 因為就沒有 所以我敢講 是我就賣掉了 拿到十萬零五千五百 那五千五百 我已經賣掉了 我已經賺到了 我已經賺到了 所以我可以入賬 這會計原來就是可以承認的 原來就是沒有真的賣到 才可以承認 那以前我們的穩定原則是 我現在是十萬塊買的 成本是十萬塊 但是我賣 現在市場的十萬五千五百 但是我還沒有賣 我就不能承認 我有這個利益 但是呢 國際會計準則的審慎性是 因為台積電是什麼 是一個公開發行的股票 所以我隨時可以在市場上賣掉 我今天要賣就可以賣掉啊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他的利益可以承認 雖然我還沒有賣 在國際會計的規定之下 審慎性原則之下 他這樣的資產是可以認列 他的未實現利益的 但是除了這種有價證券之外 其他的大概不行 你說存貨好了 好 我買這本書呢 好 當初買的是七百塊 那因為這本書呢 已經絕版了 好 現在是不是很多人買那種 是限量的東西嗎 最好處是什麼 你會不會漲嗎 那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已經寒價了 七千塊 我沒有賣 你寒價是寒價 到時候真正的賣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價格不確定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你是不能認定 你有六千三百塊的利益 因為這種資產 它沒有一個很明確公開的市場 可是我隨時可以在這個市場上說 我要賣就馬上就有人買走 你又是台積電股票 你在我們的交易所 哇 我要賣馬上就成交了 所以你是把它刮個漲 你把它當時沒辦法 你用現在的價格去賣 你一直賣不掉 對 甚至不一樣的 所以審慎性之下 有一些很快可以承認的利得 雖然還沒有實現 是可以承認的 好 那第三個 我要再講一個什麼樣的原則 隨便喔 我其實現在是沒有想到哪一個原則 我覺得是特別是可以講的 但是我們有什麼原則 商量原則 審慎性 還有一個再講一個就好 好 充分揭露原則 好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報表 好 我們的報表 我們要講呢 除了財務報表本身 所謂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或者是股東權益變動表之外 或者是現金額表表之外 我們有一些的資訊 不在報表本身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沒有在報表 還不適合 那在報表上有位子 就把它寫出來 但是我們就用複佈的方式 比如說 公司呢 幫人家做了保證 好 那做了保證呢 什麼叫保證 保證就是如果主債務人不還的時候 債權人可以向保證人索賠 這叫保證人 好 那我現在呢 做了這個保證 如果現在主債務人 在支付上面或財務狀況都還很OK 我是沒有還的義務啊 所以我的報表上面是不會出現 我有這個負債產生啊 因為我剛剛講的 我是當保證人 保證人的定義是什麼 是當主債務人不還錢的時候 債權人就可以向保證人邀請索賠 要求他還錢 好 所以我現在我是保證人呢 但是我的主債務人的財務狀況 或者是他現在還款的狀況都還很正常 我有沒有要幫他還錢的必要 沒有 所以我不會出現在我的財務報表上面 因為我沒有還錢 我沒有欠這筆錢啊 我不用幫他還這筆錢啊 但是對你來講 你有沒有一個潛在的可能 萬一哪一天主債務人怎麼了 他不還錢了 你就有法律上的責任幫他還錢 那這種事情因為主債務人還沒有真正出現 這個所謂的違約或者是不完法的情形 所以你是沒有這個義務產生 但是你有潛在的可能 所以在完全揭露之下 我們就必須在我們的報表有附助揭露 就是完全揭露原則裡面 所以我們看報表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完全是看報表 四大報表而已 你要去看他的年度疑併報告書 這是一本的 一本裡面四張報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也有很多的附助揭露 你要在看 你才知道這個報表裡面 有哪些的潛在的風險存在 這就是完全揭露原則 之下我們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除了這幾個三個原則 四個假設之外 其實它有一些的原則也會常常用到 譬如說產業特性啊 這些不同的產業 可能它有不同的原則出來 它的會計科目就有不同的會計科目出來 所以這些可能就是大家在做 做這個念會計的時候 要去理解到的 那我說了 這些原則在我們的書派裡面 有一個專章在講 好 那這個專章呢 我們不再問你知道這個原則怎麼去說明它 或者它的定義你怎麼去解釋它 重點是你怎麼去解讀它更重要 好 你知道這些原則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用 那你就不知道 因為你有用 好 所以我們在考這個原則的時候呢 通常它會說 在什麼什麼情況之下你要怎麼做 欸 這是什麼原則之下的規定 好 它不會說 好 什麼叫做一致性原則 你要去解釋什麼叫一致性原則 它不會 而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助理 欸 是基於一致性原則之下就做的 所以這是你要去了解這些原則在適用的狀況 好 適用的一個交易 商場的商業環境裡頭怎麼去用它 你必須可以有幾個堂的 好 就是我們今天很簡單的去講這個部分 那第一章 請你回去拿到書之後 好 請你先把第一章先自己寫一下 等於是複習一下囉 好 還有這邊也有一個 做一個非廣告 就是我們在有一個 開一門EDRT的課程 在禮拜四的早上 如果蒙學有興趣 BRT的叫做企業資源分化系統 好 那裡面呢 有一個庫會是裁判 就是我們也有一個SVP系統 好 我們講一下這個歷史好了 本來我跟這門課呢 是我跟在兩年前 我跟晚系張德里老師 還有七晚系的郭昌理老師 我們三個人有一起開這門課 然後還有黃昌理老師 老師 這個是我們兩年前開課的時候 老師就要去修理進來 然後後來呢 去年呢 我們就有先 就上學期是我跟張德里老師 然後上學也是黃昌理老師 郭昌理老師 然後本來這幾年呢 這學期一百年的學年呢 我跟張德里老師都想 我們就要開一 那郭昌理老師 他在下課期 那因為這門課呢 我們要花15萬元 那去跟那個SAP公司 租這個使用權 那一年的年費 因為我們的系統 是在澳洲 對付澳幣 一千塊 那澳幣如果是三十塊 那就是15萬元 那本來想說呢 反正就是那個 下課期可以上智能課 所以呢 就已經就拿了這個系統 因為我們只開 我們只開實動半年 但是它沒有半年的一個 這個經費的一個設計 所以用的話就是一學一課 好 結果呢 我們的那個 錢都付完之後 有一天晚上 大概前幾天 上個禮拜 郭昌理老師 發音話 他要跟我們說 他下課期也不打算開這門課 我們就傻眼了 我們為了這門課 回去跟練掉了15萬 結果開了這門課 要了這筆錢之後 後面開這門課 他怎麼交代都過去啊 這個錢就白白送給人家 所以我跟張仁老師 就緊急的去開了這門課 所以這門課 我們應該是上9月15號 才掛上去的 好 那掛上去這門課之後呢 因為我跟張仁老師 就討論了一下說 好了 那我們就是上下學期就開了 但是學校的政策 教務處的規定是 一個系 一門課只能開一學期 除非要去學年課 好 所以呢 反來我們就是 我跟陳明基主任講說 我們也緊緊開這門課 我也跟他解析這門課 我也跟他解析這門課 所以我說 我會在採訪期開這門課 然後有我跟張仁老師組繡 然後知滿系也會開這門課 只有我 還有張仁老師寫 張仁老師寫 所以我們就說 好 因為同一個課程不能上下學期 都在一個系所開課 所以最後的結果 因為這門課上期 這是一個電腦課 所以他一定要上期 但上期一定要 因為這個狀況一定會有很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助教 幫我們同學 如果上期的狀況 然後呢 我們能夠幫他去解釋一下 幫他處理一下 這個整個系統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怎麼沒有辦法跑出 那個講義上面 或者是整個系統 跑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有助教 OK 那這個TN是資管性能課 能夠支持 所以他們有機會來聘這個體驗 所以呢 我就跟陳明基主任講說 那我們繼續 我今天跟張正明老師 圈曲的同意 上學期開在資管系 下學期開在財管系 還是他的企業要繼續 好 於訓練一個體驗 如果上一門 一學期也太浪費了 就是他要 他其實是要訓練的 要花一點時間 去摸那個系統 要不然的話 到時候他出現狀況 同學出現狀況 他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他也同意 上學期在資管系開 下學期在財管系開 那他的今天 下學期會幫我們上來 幫我們支持臺管系的課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很受 所以你課程呢 受課老師還是我們的 好 所以我們的財管系呢 這個CRP的課程 都把它關掉 所以這學期是先太在資管系 下學期會太在財管系 好 但是上課的系統 上課的老師都一樣 好 那所以呢 我現在因為這門課是 最近才開 所以我們現在呢 剛好是因為台大 剛剛都整個在調 我們的電腦教室 所以只有禮拜四 只有禮拜四個早上 那這禮拜剛好也不能上課 但是呢 我想下個禮拜二十三號 就加推選 如果同學有興趣 這門課呢 其實 我之前呢 大概兩年前 我就零件上這門課 這門課呢 我上今年的畢業典禮的時候 碰到一位同學 他還跟我們 和高先生跟我講說 他之前上的這個DRP的課 他覺得超有用的 好 因為呢 他去 他現在是在南課 他是在那個 他去施錄所 但是另外他的課程呢 是在南課 他現在是在南課 他現在是在南課 那邊都是我們經濟同學 所以就是說 他去看他們的帳的時候呢 或者是去拜訪他們 或者是了解他們的公司 他們裡面 公司的人 跟他們 事務所的人 都非常訝異 他會用這套系統 因為他其實超有用的嘛 但是他也跟我講說 當初還能上這門課的時候 他其實完全搞不清楚這大碼 所以我們 我們有帶著同學 一步一步的去解釋這些東西 但是呢 他當時候可能沒有這個 實際的案例 讓他跟著做 所以他會搞不清楚 所以 那我會請他回來 跟大家多分享一下 這個 到底這門課學了以後 對你未來有什麼方法 那其實我要跟同學講的就是說 這門課其實 在企業裡頭 比較少距離規模的工程 都會用到URD系統 而是不同的公司 可能用的系統不一樣 那中文的話 林興師算是 最早台灣開發出來的 他大概已經有30年的歷史 好 那SNP也有中文系統 可是畢竟他的系統比較貴 好 而且切換的 好 所以呢 我很希望同學如果 你有興趣 你有時間 好 這一學期在星期四的早上 會有這門課的開設 那至於我剛剛講說 大家好像在上這門課的時候 不太清楚這門課能用在什麼地方 我會 我現在也正在思考 因為我看了一個 財務規劃的專業服務課程 那我可能會去規劃 找到 當要設計 如果上個禮拜 去增加 鼎星的一個什麼 零端V2 的系統的說明 那 因為鼎星這套系統 我算是 相較於說 SAP 幾千萬來講 是好幾百萬 對於非常小的公司來講 根本沒有那個能力 去支持 或者是買這個系統 所以鼎星呢 為了要開拓他的科目來源 所以他現在有個 爭位小型企業的 就叫零端V2 所以你不要有一個 你不要有一個私服器 你不要有一個主機 他就馬上存在你的零端 好 那這個呢 我上個禮拜去聽了之後呢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空間很小 120Mbps 是免費的 超過之後呢 他就要收費 一個月清了 那 再者他去申請的時候 是要用公司的 所以我也在想說 我有沒有可能去跟他討論 跟他請教一下說 我都會用學校的名義 去申請一個帳號進來 但是我可以分給同學 修復的同學來使用 這是我們的 財務規劃系統的 財務規劃的那個 專業服務課程 我想有一個 好 就是他的服務對象 就是我們可能會去分組 哪一組分來組 這樣我會很難累 然後很容易 就是一組可能會去做 協助那些 非常小心 違型創略者 去用這個系統 好 這是我暫時的想法 所以 這個系統呢 當然 還要再跟他們看 可是我覺得 SAP這個系統 畢竟 全球的 SAP的 試占率是最高的 ERD系統 還在展示他們的最高 其實因為他們 非常精進性加 SAP的系統 我只能照表超課 它不能讓我體驗新的資料出來 它不能讓我請 我要實行正義的會計科目 不行 你要做這件事情 另外再付五千塊的奧利 它要開放另外一個 它會開放另外一個系統 幫你去做這個系統 但是領先就沒辦法 這樣子限制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 剛剛說是資管系 先從SAP開始 去領建的學區 還是有SAP 所以我先跟同學講一下 有正義門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想如果有時間 我想在大學以後 你上幾門課 上幾個學分 是都沒有什麼限制的 你操作教老師 那你要運過這樣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忙得過來 要不然的話 你在大學以後多修課 對你來講是賺到的 以後你畢業要修一門 修一個學分三千塊 所以一門課三個學分 你九千塊 還加個學雜費一千五百塊 因為你最起碼 以我們學校來講的 退校班就是五萬元 可是你在學校裡頭 你修三十個學分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忙得過了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是在動 你還在學校的時候的 很多資源 學校的資源都給學生 同學生沒有那種限制的 只要你吃得下去 學校進行全部都給你 all those things 好 讓你吃到好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講到這裡 那同學如果 你要加選 好 然後呢 這個 你再來幫我登記一下 然後如果你有 你有要拿到那個 Ciribus 數碼 你再來幫我講 好 那沒有的話呢 我們可以不進行 還是那種 你還可以不進行 您可以呢 もう一會 沒說 謝謝 那請 感谢观看